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我接着矫正一些人的关键的错误的第二集 实际我确实也有点耿耿于怀 就是关于移民和爱国不爱国的一个事 那下面我就通过历史 中国近代史100年以来 华侨华人对中国做的贡献 来说说华侨的爱国 一说居住在外国就是外国人 或者不是中国人 这上期我已经矫正了 再有就是说你到海外了 你就是为了别的国人 那我首先问问你 我们现在还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 你去查一查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哪 还有我们的国母宋庆龄 他们生活在哪 孙中山先生大半生都是在国外 在美国 潘江山在日本 而且呢一直在海外组织人力物力 推翻满清 那个时候推翻满清王朝的主要的资金来源 是由华人华侨资助的 捐助的 那时候你怎么不分分谁是华人 谁是华侨 那如果查他不是中国人 不要他钱 说实在 可能那个时代你们的祖先 其实也包括我的祖先 还都是大清的子民 住着辫子 吃着人血馒头 看着革命党的人头落地在叫好 那你说他们到底是爱国呀 还不爱国呀 这个当年推翻满清 大量的华人 华侨捐钱 而且投身到反清的斗争中 广州的七三二烈士 那里面大多数都是华侨 华人 你们都去查一查 不要空口 说白话 我再跟你说一个更大一点的事 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 其实这些事我说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确实是要反复的说 我让大家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抗战争中 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 捐了大量的物资钱财 而且投身抗日战争的前线 去杀敌灭扣 他们很多人站死在沙场 在边面公路上 洒了无数华人华侨的血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我想说一下 在国内就是爱国吗 其实我真的不想提 你知道在国内有多少伪军吗 好几百万 具体数你去查 我都可耻说出这个数字 而且有多少特务机关 76号 天天喊爱国的人 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天天喊着爱国的人 是大汉奸 汪精卫 曲线救国 也就是说呢 实际在日后铁骑下不反抗的人 真的就是国内的一小处 也不能说一小处 也就是说现在让我联想起来 就是现在天天叫嚣爱国的 你们现在看看自己天天在干什么 除了在天天喊口号 你回家好好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爱人 把你的家庭生活过好 把你的孩子培养的更好 这就是爱国 谁知道你天天干什么呢 喊两句爱国 你就是爱国了 还有我想说到 中国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强大了 而且国力发展 确实是 未来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就是中国 这我们都值得骄傲 而且我也在中国 踏踏实实 我有当当工作了几十年吧 其实我现在呢 是在国外生活 我不想跟大家争论是什么急灯急灯 我觉得挺无聊 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你不管是在哪 老老实实工作 把自己家过好 中国发展去猛 即将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但是你们这帮天天叫嚣爱国 贬低同胞的人 有那个心理准备吗 配做大国的国民吗 其实说不配吧 说的有点严重 我的意思是 大国要有大国的心胸 大国的人民 要有大国人民的度量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不配 倒退几十年啊 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会儿的 我真的不好说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正直的 一个中国人 应该爱自己的同胞 爱自己的国家 爱这个世界 因为我确实没有入籍 所以说呢 我老理直气壮说我是中国人 其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 因为不管是中国籍 还是海外华人 海外的华裔 只要他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是龙的传人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更应该包容 支持 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些 支持那些少数的败类啊 人家过人家自己的日子 踏踏实的工作 有什么可让你们贬低的呢 你们有什么资格去贬低人家呢 其实是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你上升一个台阶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 所以说呢 从一个广大的空间来说 我们应该是 爱这个地球的 每一寸土地 每一片自然 所有的人们 当然我说的是 所有爱好和平 平和的人们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探讨这事 我希望 在我这个平台底下的评论 大家可以跟我争论 可以争吵 但是要有理有据 我也一样 我并不是全知全能 我知道我自己很无知 但是我起码是面对我的无知 我要去学习 去知道 我不会拿无知 当一个夸耀 去天天去诽谤别人 说诽谤可能有点严重 或者是呢 点滴别人 真的是很无聊的事 我希望大家 得到更多的知识 得到更多的见识 而且呢 要有大国的心胸 才能让我们中华民族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我是老卡 再见